寿风香农会知名的果宴西瓜开园之后 受到民众热烈抢购 也举办了网路公益竞标 获得各界热烈支持 近日在理事长吴永南、常务监事、徐静新 还有总干事黄启祥一起 前往花莲县同乡公益总会 捐赠这一次公益的竞标三款 最顶级的寿风香农会果宴西瓜 爱心意卖活动 在网路进行标售活动 也获得大家的响应 果宴西瓜网路标售 最后收入82800元 全部将作为慈善目的 捐款给慈善机构 直接帮助弱势族群 而受证的对象花莲同乡会表示 将会把善款运用在 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当中 花莲县寿风香农会 做的爱心活动 基本上他们所捐的善款 我们每个礼拜 由我们总干事 都会协助我们长期关怀的 这些弱势家庭 全部都是平均使用 然后所有的 弱势的家庭都会用到 大家所捐赠的这些善款 在捐赠的过程当中 寿风香农会理事长 常务监事以及总干事 也一致的在现场 直接加码捐款金额 使捐款增加至10万元 期盼能够抛砖引玉 就是说我们每年 这个果宴西瓜这么出名 那因为从前年开始 我们的西瓜就会有做这个 流水号就是我们的序号 每一颗西瓜都有 身份证字号的部分 那因为 就会有一些像 类似像车牌有特殊的号码 那这个王总经理的一个想法是说 那是不是把这些号码 用标售的方式把它标售 那我们自己内部在想说 既然有这样的标售活动 是不是可以再跟公益结合在一起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公益西瓜的这个拍卖 总共7颗西瓜拍卖出去 41400块 那农会等同的 也捐出41400块 所以这次捐赠的金额有88000多 以实际的行动捐款 来支持在地的公益团体 共同号召各界响应关怀弱势族群 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以及力量 标西瓜做公益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